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在我们西半部天气都比较明显的回稳了 而且温度也明显的回升 东半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正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把握今天 因为明天开始天气又会有一些转变 将会有波封面云系逐渐往东面移动 接近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封面云系的整个范围 其实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位置已经来到了中国南方 正逐渐往东边移动 接近我们台湾当中 那么预计明天我们台湾 就受到这波封面云系的影响 而且全台湾都是在它的影响范围里面 那么其中会造成比较明显 天气转变或下雨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中部以北 跟东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甚至北部跟东北部 要留意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中南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正雨 那么在明天晚上 这波封面云系逐渐通过之后 北方的冷高压也会难笑 冷空气又增强了 所以明天是一个天气 比较明显转换的一个时间 不只会下雨 明天晚上开始 温度又会变冷了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今天因为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东半部有局部 临行短暂正雨 雨是不是很明显 下雨的范围也不是很大 明天的话 主要就是受到这波封面云系的影响 不过这波封面的移动速度很快 大约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就会逐渐往东面移动 慢慢地离开台湾 礼拜一的时候 各地降雨就会比较明显的缓和 但是迎封面了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会有局部 临行短暂正的正雨 而且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比较阴沉一点 那么预计 下一波封面云系或是水系 来影响我们台湾的时间点 大约就是在礼拜三左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外期天本下雨的范围 明天几乎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其中中部与北跟东半部 要特别注意 北部的话 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礼拜一雨势就会比较明显的缓和了 但是一样的 迎封面北部东北部 甚至在东北部的花园这附近 还有中部山区 也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礼拜二的雨势会有比较明显的缓和 但是东北部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那么到礼拜三要注意 可能会有下一波封面云系南下 可能会转成有雨的天气了 所以未来四天的 整个天气的转换是还蛮频繁的 另外在风的部分 今天是比较微弱的偏东风 甚至是东南风的 所以在我们西半部都会感觉到 相当的温暖 甚至在中午的时候还觉得有点热 但是在明天晚上开始 北风跟东北风就会比较明显的增强 主要是因为风面通过之后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了 那么今天因为在我们台湾中南部的 风数比较微弱 所以有这个空气品质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中南部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空气中的悬浮 为例浓度只是比较偏高的 那么预计明天的话 因为下雨的影响 可能会有稍微减缓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在温度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在图上面冷色系 像是蓝色跟绿色就是冷空气的位置 这个橘色线就是等温线 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南方 也还是比较偏冷一点点 我们台湾的话 还是比较偏暖一点点 不过可以看到 在明天风面雨漆南下 东北风沾翔之后 冷空气又会比较明显的南下了 那么预计这波冷空气的影响 会从明天的晚上开始 一直持续到礼拜二的清晨左右 礼拜二的白天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但是因为云量会稍微减少 所以礼拜三早上还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早上还是会比较偏凉 偏冷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外景 那么北部的天气跟温度的趋势 可以看到 北部是礼拜一之前 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偏高 70%到80% 礼拜二跟礼拜三 转成多云的天气 有云量比较偏多 比较阴沉 那么雨是会比较缓和 不过降雨几率还是有30% 要留意局部的短暂争雨 那么礼拜三的下半天到礼拜四 要注意的就是 下一波方面云溪的影响 另外特别留意的就是 温度可以看到 在明后两天 从明天的晚上开始 到礼拜一的清晨 低温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6到17度 中午的高温也不到20度 可能大约都只有19 20度左右 虽然还是比较偏凉偏冷 而且一整天都是如此 礼拜二开始 温度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低温来到19到20度 中午高温慢慢的从23度 回升来到26度 南部这一次 也会受到这波风明云溪的影响 所以在明天开始 中午的高温可能就没有像今天 上升的幅度那么高了 来看一下明后两天 云量是比较偏多 降雨几率有30% 礼拜二礼拜三可以看到阳光 礼拜三又受到方面云系列的影响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一点 那么来看一下 在低温的部分 明天开始到礼拜二 清晨低温大约99到20度 中午高温25度到26度左右 礼拜二的白天开始 才会逐渐比较明显的回升 那么低温呢 从礼拜三跟礼拜四呢 大约是可以回升来到22度左右 中午高温大约是27到28度 所以最后要叮咛大家 今天呢是短暂转情回暖的 大家好好把握 明天开始云量就会变多了 那么各地呢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而且温度明天晚上开始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往下降 预估这波冷空气 可能造成北部低温 最低可以下滩来到16度 而且预计会只冷到 周二的清晨左右 中南部还是要持续留意 空气品质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小时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是一时以后 这就是一时的终于